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学习电商小程序开发初探的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小程序在电商行业的一个应用和特色 并且我们使用云开发的功能和小程序自带的一些API 来演示和实现部分的一些功能 我们先来介绍和解释一下小程序是什么 我们的课程后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然后我们会演示一下咱们课程的demo 然后呢会介绍一下电商小程序的这么一个现状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小程序自发布以来 有诸多的小程序上线 但是基本上走到最远的 或者是说现在应用最广的 还是在电商领域的小程序 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拼多多对吧 还有京东 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电商像蘑菇街呀 这些都是依赖于小程序获得了新生 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的电商小程序的功能的一个分析 以及我们在学习一些前置的知识 因为我们这次课不仅仅是做一些概念的介绍 会有一些实战的一些演示 所以大家要对GS的语法 特别是ES6语法 还有小程序的语法要有所熟悉 然后呢是介绍一下咱们课程的整体的一个安排 我们来介绍一下小程序的特点 小程序自推出来之后呢 一直是非常火爆的 然后小程序其实并不是万能的啊 他基本上呢 这个使用场景的特点呢 就是短时间啊 并且是高频 小程序比较适合开发一些 比如说工具的性的应用 比如我们你可以做一个倒计时 可以做一个日历啊 这种你进来呢 用完即走啊 这也是张晓龙说的 用完即走啊 短时长高频啊 电商呢 也是这么一个场景 比如我想买一个衣服啊 买本书啊 我们就打开小程序 可以直接下单 下单之后呢 然后就把它关掉啊 整个的过程呢 非常的短 并且呢 频率比较高 第二个呢 是小程序相对于原生APP的一些优点啊 就是传播比较方便 我们在微信内部啊 基本上微信现在是中国人必备的一个聊天工具啊 我们在微信内部的聊天窗口里面 就可以进行小程序的转发啊 以及打开我们的小程序 所以呢 传播广增速快 而且呢 这个自带一些扫码呀 转发呀 还有分享的功能 特别是相对于我们的原生的APP啊 这些特性就更明显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针对于电商方面的一些 专有的功能 比如客服 比如支付 比如物流的一个接口 我们叫物流助手 这都是小程序自带的啊 我们基本上不用自己开发太多东西啊 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这些功能 OK 然后说到了这个小程序的特点文章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小程序的一个电商的一个现状 现在小程序的现状就是走得最远 或者还是电商 或者是说现在依赖于小程序的比较这个强的也是电商 我们待会介绍几家比较经典的电商的公司 然后会介绍一下小程序现在电商的一个生态 然后呢 并且会介绍这个云开发 在小程序电商开发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现在各大程序基本上都在追逐这个小程序 比如说拼多多呀京东呀 就会致力于开发小程序的这么一个页面 把自己这个很多的业务呢都搬到小程序上来实现 在没有小程序之前呢其实电商本身的瓶颈呢已经是比较大了 我们的淘宝京东啊基本上把整个国内的电商都已经垄断了啊 然后就这个拼多多就出现了 拼多多基本上一开始推广就是在微信里面转发推广啊 然后利用小程序的特点以及利用了他这个开发了电商这个社交的属性 比如砍价呀拼单呀 这都是小程序这个非常方便做的啊 他在聊天里面就拼单 然后还有一些更小的公司 像一小木树啊一条啊油品啊云集啊这些 非常小迷你的电商啊也在小程序里面找到自己生成的空间 有一个词叫常委效应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书店里面啊 有一些特别冷门的书呢 因为整个的这个无论是流量还是人流量还是书价啊都是书钱的 但一旦他搬上了互联网像亚马逊这种书店 有互联网之后呢啊这种有常委效应的这种书呢啊 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很很小众的一个受众 也能做到比较好的销量啊 这就是小程序现在相当于给电商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巨大的流量的入口 也导致现在各大电商的小程序的反红量呢 在急剧的上升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学习啊小程序的原因